《面素》的未来的发展 不止停留在街头巷尾的艺人手里边 把它跟油画结合 跟国画结合 跟西方那些雕塑结合 它不应该只是在民间 我还是希望它能够走向世界 我像侯德强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发现很多中国的老手艺 濒临着失传 当时我就想我要能学一件老手艺 把它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也不知道以后会干什么 认识了一个民间艺人 当时我就跟他初步地学习了 比较古老的这种做面人的方法 面素它起源在秦汉时期就有了 五代的面素它叫以模上共用的 到清末的时候 好多艺人又加以改良 后来又把面素发展到餐桌上 保留了以前的制作方法 盒叶看见有个绿色的 制作面素分几个过程 捏素这个作品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就是人物这块 当时我们练的时候 比如说去地铁里边人特别多的时候 转瞬之间就能把这个人的特点 一下就能抓住 打个草稿 比如用脖子 先把它大概量一下 先把这个人物的比例定下来 再捏它的头 练速的话要用几大技法 其中包括杆 还有压 还有柔 还有搓 充分地把这四要素无限地破绽 真心喜欢 反反复练得多了 慢慢地在这个美术方面 把自己也有点跟进 一直就很喜欢上野经 一零年的时候我就想做完整的一套 就开始收集材料 用面素的形式 我想给它呈现出来 做出来颜色 做出来立体 以后我这个五百多件这个作品要做完的话 还是希望到各地去做个展览 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年轻人 他知道了咱们国家 还有很多很多种老手艺是值得学习的 真的是个人情怀 一种个人情怀 做好把这个文化去传承好 其实有很多人坚持不住 有很多人能坚持得下来 这是很难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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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